機動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在總質詢時 用影片來稱讚機動市長謝國良上任後 推動行人友善政策 非常受到肯定 對此楊秀玉也在提出新的建議 希望市政府可以在行人及車輛的交通安全方面做得更好 想方設法去怎麼樣去找解方 怎麼樣去讓他改善更好 就是把用路人還有我們的駕駛人這個整個分開 就是在這個第一點就是在人車號制分開設置 是最能夠減少因為車輛左右轉時 造成這個人車交錯使得危險 不論是行人綠燈早開 或者是專用實相 還是所謂的這個車輛左右轉綠燈早開 依照每個路口所需要設定的描述 第二點建議基隆市政府要建制一個友善駕駛人 保護行人的道路規劃如庇護島 而且要增加警示設備能見度 避免這個轉彎車輛視線不良 第三點 轉換紅燈時增加黃燈的秒數 不要造成駕駛壓力或是進退兩人的局面度 講到這個第三點我就講到說我自己也常常在自己開車 有時候那個黃燈可能太短了 那結果我開到一半就變成紅燈 我們也是會這個到底要開不開 還是要開過去啊 總不可能倒退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我們這個專業單位 這個去研究設計一下 那第四點就是我們開始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開始要佈局做好所謂的AI 就是我們人工智慧化交通網 AI設備建制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而不是用這個傳統式的這個所謂的一些政策 而市長謝國良也非常感謝楊秀玉 對這項政策的堅定支持 在您的指導下 只要是對的 我想我們都會繼續的努力 好好去做正確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金融市就是舒適安全乾淨 很多個城市之所以我們去觀光 就是這個 他們很乾淨 很舒適 而且很安全 可是一樣的標準 我們去玩了 給人家稱讚 回到基隆來以後 我們卻看到我們的城市 並不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現在也在動不動就看到 全市的盆栽 我想副議長您也有一定注意到 我們全市大街小巷都充滿了盆栽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鬧了一個笑話 我真心以為我們的市民朋友 是很喜歡綠化 很喜歡種植物的 後來才了解到原來那些盆栽的目的 跟原來我想像的目的 有很不一樣的地方 三角椎也是一樣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個也是我明年過完年後 有的一個計畫 所以我想副議長 真的很謝謝你 從一開始到今天 三百二十六天下來 那如果扣掉這個 我剛就任還沒有宣布 行人友善前大概十幾天 我想您這個三百一十幾天來 你對我們行人友善 一直都是堅定支持的 我不只要代表我個人謝謝你 我也要代表市民朋友謝謝你 因為事實上有了一個好的行人環境 走在街上走在路上 舒服安全 還沒有那麼乾淨 但是舒服安全 真的是我們市民生活在基隆的 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再次的謝謝您 也給我那麼多鼓勵 謝謝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我們市民受訪